強心帶來關心新聞焦點 F16被關殉職 總統蔡英文今天前往花蓮探視家所 並承諾會從優撫恤 是否取締五星旗引發熱議 法學專家表示拿五星旗 象徵背叛中華民國憲政 違背對國家的忠誠 香港舉行六次燭光悼念活動 即使面對中共威脅 仍有11萬5000人冒雨出席 人數比往年還多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正式退休 31年的領導生涯 為台積電締造許多奇蹟 更詳細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亞太板街8點新聞